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赶在6月底临时会来台 不但要举行二次王张会 甚至要谈高度政治敏感的两岸互设办事处 强推两岸进入政治深水区 而在这来台前夕 中共又频频发表干涉港台事务的言论 太阳花学生代表林飞凡和程维廷 要张志军出面跟台湾人民辩论 正面对决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先生 我们邀请您公开跟我们辩论 跟所谓真正的民间社会不同的意见做对话 对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喊话 来台别只参加官方样板行程 太阳花学生要求张志军 针对国台办发表台湾前途 由全中国人民决定来各公民辩论 前面的这个所谓台湾前途 应该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这个潜艇底下 那正代表着说 中国在对于所谓的两岸经济发展 虽然区域整合这些东西 它其实背后已经触统了政策 跟和平同意的立场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国台办对台统战策略未变 张志军却赶在六月底 领时会来台都军 王张慧还要处理高度政治敏感议题 称为庭批评 两岸互设办事处疑虑未解 根本就是再次黑箱协商 让中共来台湾设相关的办事处 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台湾版的中联办 放任中共的官员去台湾进行相关的统战 勤收 这是进一步干预台湾内政的工作 我们的马一九总统 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就已经清楚的说了 有关于两岸互设办事处的协议 是政治性到目前为止最高的一个协议 批评政院版不监督条例 没针对两岸政治性谈判加强监督 反倒是王玉琪 轻易推翻不协商政治性谈判的口头承诺 赖中强则指出 普遍性探视权难具体落实 因两岸司法互助协议 早有人道探视的模糊字眼 中共却仍旧拒绝台湾家属探视 中国政府将以原则性与模糊化的文字 来回应台湾这样的要求 然后再以单方的行政命令 做出具体的规定 这个做法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黑箱服帽 激起三月太阳花 共鸣怒吼 50万人合唱岛屿天光 这次张志军来台 强推两岸进入深水区 刀锅前进称是天光乍现 乌云再来 若临时会硬闯资金区 一定会正面迎击 新唐台电视曾经教授宣唐台北 才能到